Hello,大家好,我是冬哥,放飞冬哥 今天中午我们来到了这家叫老袋烧烤 过来是要吃羊肉 在泰国之前说过很多次了 真的吃羊肉实在太不方便了 能吃到羊肉的地方非常少 除了那种火锅店 那个海底捞能吃到羊肉 还有一家老碧火锅也能吃到羊肉 这里就也是可以吃羊肉的 但是这边的羊肉和其他地方的不一样 他们家是烤羊肉,烤羊排,烤羊腿 还有烤全羊 你好 看现在静悄悄的 这边晚上就特别的热闹 晚上酒吧 还有那种很sexy的小妹妹 在这边助手着 然后后边就是烧烤吃串串的店 现在这个点中午过来 他们还没有 其实还没有怎么营业 我们算来得太早的 有预定 今天我们预定了两公斤的手把羊 还有羊汤 我老婆最爱的羊杂汤 今天新听到的说法 这叫消毒 全方位消的毒 就是点了两公斤的 这叫什么 牛把肉 看着还是可以的吧 好 这是我们订的羊杂汤 看一下 放了 消菜要不要放 看 料足吧 料很足 羊肝 羊肺 羊肚 火 这是大方 它不是生肠 再放一点 白胡椒 那就是完美 能吃辣的就有辣椒油的 大白火没吸也不会有 那是二位 好样的 漂亮 但是是因为它尝了之后 再转过去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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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牌 老公 吃完了 这边的老板也是中国人 北京人 所以有几样东西就感觉特别北方 比如说看 麻将 挺北方的吧 还有你看像这种手把肉 羊杂汤 还有一个东西 韭菜花 看是吧 还有那个花生米 吓就神气 好啦 走啦 好啦 我们现在都已经吃完了 下午三点了 你看 他们泰国的妹子刚来上班 现在还在做准备 一边穿东西 一边看片子 回去路上 现在你看马路边上都是卖水果的摊子 感觉这种就有点像卖游客的感觉 去景区的路上 然后一路都是摊子 然后卖水果 草莓 还有草莓干 哎 这个叫什么呀 我名字一下叫不起来了 柿子 看 翠柿 我老婆可爱吃这个翠柿 老婆 你柿子要吗 我买了对吧 我老婆可爱吃这种 脆脆的柿子 啊我要买那草莓 这是冬枣吗 我要买那个 他他现在这个是三盆两百株一盆七十株 二众三盆三多 slaves 没...니까 一二三 小蛋 替娃 이� 你是 你 噢 是不是 什么 二 大 三 压得住的话 打得上地 这个是锁